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太阳能发电技术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 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选择了安装太阳能板来节省电费开支 甚至还能增加房产价值 但安装太阳能板真的划算吗? 今天Claire就带大家一同快速认识居家安装太阳能板的各种事项 了解自己到底是否适合安装,成本评估,安装费用等等 家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其实就相当于在家里建立一个小型发电站 可以供应家庭日常的用电,能节约一笔不小的开销 太阳能电池板是通过吸收太阳光,将太阳辐射转换成电能的设备 使用寿命约25年左右,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朝向、方位的房屋都适合安装太阳能板屋顶 太阳能板的安装位置不够好,周围树木等障碍物的遮挡都会对接收光照产生影响 如果太阳能板不能保证长时间面对太阳 那么我们得好好考虑一下,安装太阳能板的必要性了 另外以下是Tesla各车型号电话费参考 如果家里有一到两辆电车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屋顶,也能省下不少电费 在加州,全年阳光充足,所以是非常适合安装太阳能板的 而且加州PGE线路比较老化,冬天,雨季的时候经常会停电 如果安装了太阳能板和储蓄电池,基本可以告别停电的担忧 但安装太阳能屋顶的缺点是安装成本高,会本周期长 遇到阴天或者太阳不是特别足的情况,发电效率会大打折扣,用电会受到影响 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下Google所推出的Project Sunroof 可利用Google Maps高分辨率空中绘图技术数据来仔细研究你家屋顶,计算屋顶的太阳能潜力 这个网站可以计算你家屋顶一年会有多少阳光照射到 并考虑到屋顶方位,树荫与临近建筑物的屏蔽 当地天候模式后,估算出应安装多少块太阳能板,节省的电费 租赁或买顿太阳能板的金融分析,多久回本等细节 让你快速了解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板到底划不划算 除了参考太阳能公司提供的安装评估,Project Sunroof可说是一份很值得参考的中立指南 总而言之,太阳能作为一种新型能源非常节能环保 但因为还没有普及所以价格较高,也不是适合所有家庭 所以大家还是根据自身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安装太阳能屋顶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